香港凭借健全的基建设施和先进的物流网络 一直在国际物流业中扮演重要角色 立峰集团荣誉主席冯国金相信 香港如果能够把握现有的条件 可以在一带一路发展策略中创出新的商业模式 最主要我们以香港的定位来说 其实我们传统过去三十年 就有一个很成熟的全球供应链网络 其实供应已经发展了的国家 就是欧美国家 我们要如何现在找一个新的办法 适应到新兴国家的需求 然后如果将两个可以综合起来 香港就如虎添药 现有那些欧美市场学到一些东西 将它发送到新兴市场 再用将来新兴市场的升级 升级经济来再供应到发展的市场里面 让我们这家仍然更加加烈物理 所以那两道如何做香港是一个独特的地方 可以做到这件事 一带一路是一个很庞大很宏伟的世界性观念 这个会对世界影响很大 但是对一个商人来说 尤其是一个中小企 怎样落实 怎样可以具体做到一些东西 我就很希望这个会 可以给我们有机会 有一个平台 来大家交流 找一些很具体怎样做的办法 我想这个最重要是找新的商业模式 这个我知道香港人 和香港的商人尤其是 是最能够的 还有香港可以寻找到一个新的方向 来发展我们的经济